統計署數據顯示 本港2月零售量有348.4萬 按年跌5.7% 跌幅是半年以來最大 而且已經是連跌24個月 銷售量也減少6.1% 比市場預期差 不過今年整體訪港旅客人數持續增加 1月訪港旅客人次達547.5萬 按年升4.8% 2月雖然輕微下降 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表示 3月上半個月 整體訪港旅客人數升幅 預期會達到5.5% 加上今年在香港特區成立20週年 會有多項慶祝活動 估計本港的零售會比去年樂觀 在本港經營中低檔時裝零售的 有編號62008的信銷 和709編號的Jordano 先說說經營Uniqlo品牌的信銷 它截至去年11月底的季度 收益雖然只是按年升2% 不過盈利697億日元 按年增長45% 按當地貨幣計算 各區包括大中華區 東南亞和大洋洲地區 收益都錄得增長 至於Jordano 雖然去年收入按年跌4% 但實惠於毛利率上升 盈利仍然升1.9% 由4.348萬 如果旅客人數升上 其實理論上對一般的零售股 都會比較有利 還有其實我覺得 看回信銷 Yukiru 你看回它旗下的年價品牌 G.U 都來香港開分店 還有看回管理層出來說的話 其實它對香港零售市道 其實看得不是太差 不過信銷的一個不好處 預計的估值比較偏高 現在看它的預測市盈率 說的是三十多倍 市銷率也說的是超過兩倍 所以我覺得 估值跟以往的估值水平比較 其實不算特別便宜 不是說很特別吸引 如果看回另外一隻 也是就這個廉價一點的路線的Jordano 現在說它的預測市盈率是13倍左右 還有市銷率是1.2倍 其實估值相對偏低 我覺得這個直播率可能會高一點 如果整個香港零售市道好轉的話 旅客增加 酒店更直接受惠 其中富豪酒店國際即是編號78號 它的股價過去一個月已經累積升了14% 71號編號的美麗華酒店 去年盈利雖然跌了6% 有12億8千萬 但它的淨資產值高達151億 遠遠高於目前的大約96億市值 而且還有重建概念 而看回旅客上升的話 其實酒店股都比較受惠一些 其實如果你看回有留意那些酒店股 譬如富豪酒店 78 你看到過去一個月已經升了1.4% 短線可能會比較超賣 但如果旅客上升的話 還有因為現在回歸20周年 政府可能會有一連串的 Promotion 會吸引多些旅客來 所以可能它的升勢可能未完 不過可能短線就比較超賣 我想再後位再看看 而另一隻 美麗華酒店 其實那個直播度也不錯 因為看回去年 雖然盈利有點倒退 但其實它的市盈率 其實都在說7倍左右 還有它有一個催化劑 就是市船 恆基已經在美麗華酒店 旁邊的那個香檳大廈 已經收到那個業權超過7成 距離那個8成的強拍門欄 其實就很勘弱 如果一旦它成功強拍的話 如果日後重建 然後附近美麗華酒店 和美麗華商場 其實有一個比較大的估值重鼓 變成我覺得它有一個雙循利好的催化劑 當然這個催化劑可能要等一段時間發酵 但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公開手的選擇